北京时间7月27日,詹姆斯虽然加盟了胡人,但惊吓他一直没有在媒体面前露面,反而是将精力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,为了实现父子同台经济的梦想。 詹黄惊吓亲离了出球馆,观战他儿子勒布朗詹姆斯,JR小布朗尼的比赛,并且多次在比赛间隙亲自指导儿子。 不过近日勒布朗现身Liberty高中的体育馆,带着家人一起观战他儿子的比赛时,却引发出了一个冲突,詹黄看儿子比赛引冲突。 特殊待遇让球迷不满,对着他叫冒比赛,取消当时詹黄在地线附近的观众席上坐了下篮,由于这场比赛很受关注,因此三层看台早早坐满了人。 但由于特殊的地位,詹姆斯还是得到了一些优待,这让他能够在来晚了的情况下,得到一个不错的座位。 此时一位身穿乔丹球衣的球迷想要进场,但由于场馆已经满座,他被拒绝入内,愤怒的球迷直接冲着刚刚得到了特殊待遇的詹姆斯叫骂,现场陷入混乱。 接下来,一些同样被挡在场外的不满的球迷和宝安发生了冲突,最终工作人员赶紧清空了球场,并且宣布比赛取消,詹黄和家人在宝安的护送下离开了。 N-O-X-V